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中国深圳的同时 被北京拘禁了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和商人斯帕弗搭乘空军专机 抵达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 据悉斯帕弗在出生地卡尔加里与家人团聚 康明凯随后则乘坐另一架飞机 回到他家人居住的多伦多 在抵达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后 康明凯告诉记者说他的心情非常好 他说能够回到加拿大的家真的是太棒了 我非常感谢所有为我们两人回家而努力工作的人 康明凯与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他对媒体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有更多的话要说 在康明凯失去自由的一千里一十九天中 一直为他奔走努力的前妻 维纳纳吉布拉在停机坪上与他相拥 纳吉布拉表示 他对那些使康明凯获释的人感到无比的感激 纳吉布拉说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所感受到的情绪 康明凯的妹妹博达同样到场接机 两名加拿大人总共被关押了一千里一十九天 最初两人被单独监禁 牢房里的灯日夜不停地亮着 人权组织认为这可能导致睡眠不足 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表示 两名迈克尔在被拘留期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 两人获释的消息引起了加拿大各地的庆祝 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和新民主党党领藏免成 都对两人的获释表示祝贺 康明凯的同事普拉文马迪拉珠周六告诉媒体 这很难描述 但我比任何人都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激动 马迪拉珠表示 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我们本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全能天才来自未来的人达芬奇 他不仅是画家 也是音乐家 雕塑家 发明家 哲学家 医学家 建筑工程师 军事工程师 数学家 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他一定是神秘的达芬奇 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明天开始 一项在疫情期间不少人赖以生存的加拿大福利金 就业保险 EI的新规即将生效 在新规定下 加拿大居民可以获取的金额 从原本的每周500加币大幅度下降 变为每周300加币 对于那些靠着EI在疫情中艰难生存的人来说 恐怕要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冬天了 自去年疫情开始以来 加拿大政府就为许多失业居民开始发放救济金 每周500加币 一个月就是2000加币 不可不说不大方 然而在疯狂撒钱18个月后 政府终于开始减缓了发钱的节奏 这次9月26日开始起的EI福利申请 主要有以下几大变化 这次EI规定的最大变化 就是每周的最低补助金额 将从500加币降至300加币 和现在的CRB这项 公布符合EI资格的居民领取的福利金额度一致 同样为每周300加币 早在7月中旬 同样每周领取救济金CRB 就已经降到每周300加币 历经两个多月 EI终于也赶上了它的步伐 EI这项每周最低限额计划 适用于9月26日至11月20日期间提出的申请 同时去年被免除的等待期也将截止 任何新的EI申请将再次拥有一周的等待期 与此同时 申请EI最基本的资格 申请人需要满足在岗位上工作了一定的小时数 也产生了变化 尽管由于地方就业企业不同存在差异 在过去这一数字普遍为大概600小时 然而在疫情期间 许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都被削减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时间 来获得EI的申请资格 这项新的规定将持续一年 直至2022年9月24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如果继续推行竞选期间提出的开支计划 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国通胀 并有机会迫使中央银行提前加息 据环球新闻报道 自由党党领特鲁多承诺在五年内增加780亿元的新支出 约占国民生产总值4% 这将是今年早些时候预算暗中通过 在未来三年内额外支出1010亿元后再度增加开支 目前选举结果显示 自由党再次面临以少数政府执政 该党需继续与反对党如新民主党合作 后者在开支方面有其优先事项 牛津经济研究院加拿大经济总监史蒂洛表示 当开始看到这种刺激措施打击经济时 可能会促使加拿大央行作出回应 预计至明年初经济的疲软可能会被迅速吸收 最近数星期货币市场预计中央银行将会在未来一年内再收紧14个基点 最快在明年7月加息 但央行拒绝置评 其实额外支出可以增加通胀压力缓解经济疲软 8月加拿大年度通胀率加速至4.1% 是18年以来最高水平 远高于央行1%至3%的目标范围 央行一直在削减债券购买计划 但在考虑将利率从0.25%的历史低点上调之前 正在等待经济疲软被消化 在其最新预测有可能在2022年下半年完成恢复 特鲁多一再回避有关政府支出计划 将会对通胀产生影响的问题 他认为重点是帮助本国家庭 以及在疫情下挣扎的人 BC省推出的疫苗护照成了省民的生活必需 然而社交媒体日切流传 BC疫苗卡注册系统可能存在漏洞 还明目张胆地教大家如何钻漏洞 根据CTV报道 一份电子文档似乎提供了 如何在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下 获得疫苗卡 说明书建议 在你接种疫苗次数和接种地点信息上 输入错误信息 并在注册过程中忽略任何可选信息 还伪造联系方式 以避免让政府官员查到 文件说 如果他们打电话 你就不要接 此外 如果按照所有步骤操作用户将获得一个官方的疫苗卡 卡上还有一个可用的二维码 文件还警告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请确保你能证实卡上所说的 整个BC还指望着这个疫苗护照能够缓解疫情 真有这么轻易就能钻的漏洞吗 对此 网络安全公司CyberSC的创始人和首席策略师沃格尔表示 他曾与BC省就各种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合作 对用户发现明显的漏洞并不感到惊讶 他说 总会有办法的 你不可能让他万无一失 他认为 考虑到在线疫苗卡注册推出速度之快 有一些漏洞和瑕疵在所难免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方法成功获得了疫苗卡 BC省公共卫生厅 暂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也没有披露对那些伪造疫苗注射信息的人会得到何中惩罚 此前加拿大对两名从美国入境加拿大的旅客出以罚款 向两名旅客分别罚款19720加元 昨天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首席卫生官谭勇士表示 全国目前每日有大约4300例确诊 比三个星期前多出800例 而且大部分确诊个案都是来自于未接种人士 他指出 根据9月初8月初的数字 未打针人士的确诊数字及住院比例 比已经全面接种疫苗者平均每星期高出11倍及38倍 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找对象 一直以来都似乎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有华人小哥在知乎上提问 本人大龄盛男34岁 在加拿大读完硕士后定居 已有PR身份 有房有车 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对象 这事怎么就这么难呢 找对象谈恋爱 这样一些美好的事 在温哥华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 怎么就会变成了疑难杂症了呢 实际上 难题曝光局限于华人圈 近日一位35岁的温哥华白人小哥 眼看要奔似 发际线越来越后退 却连个能共睹一生的真爱都没有找到 一时急火攻心 宣布悬赏7000家园 号召全温哥华 乃至全加拿大的网友 帮他找老婆 这位着急上火的温哥华小伙子 叫丹 麦吉尔大学本科毕业 SFU硕士毕业 目前在温哥华第一家公司 担任用户体验研究师 疫情期间 渴望谈恋爱的丹 可一直都没有闲着 通过各种社交APP 寻找合适的对象 也和不少温哥华本地 做各种职业的妹子约了会 但最终却没有一个女嘉宾 能够牵手成功 对交友APP感到失望的她 决定豁出去这张老脸 面向全国公开征婚 人多力量大 丹哥相信 号召全国网友帮他物色对象 一定会有miss right出现 有人可能会问了 丹哥这么大岁数 还没有找着对象 是不是太挑了 如果要求女孩子 肤白貌美大长腿 有房有车年薪十万 尚得厅堂下的厨房 这要求全温哥华 也没有几个单身妹子 能够达到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丹对女友的要求并不高 他只希望女生心地善良 有幽默感 有好奇心 对爱情认真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 丹也小小的高调了一下表示 认为自己在温哥华的一众男人中 条件也算是拿得出手的 首先 丹哥是一个多彩多艺的男人 画画 弹琴 样样清通 以后孩子生出来 都不用花钱报信去搬了 老爸自己在家就能全交汇 不仅如此 丹哥的性格也特别好 生活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旅行拍照的时候 喜欢摆出各种搞怪的姿势 随时随地 都能逗的妹子花枝乱颤 当然 人品也必须过得硬 丹哥跟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关系都很好 是个孝顺的孩子 当然 还有收入问题 丹哥也没有落下 小伙子称 自己收入稳定 且信用良好 另外 丹哥也提到 自己已经打了两剂新冠疫苗 没有健康问题 没有形式指控 丹哥表示 自己希望能找到一个 我愿意为他洗碗的人 丹哥悬赏7000加币 找对象这件事 已经被CBC CTV等加拿大媒体报道 已经有不少网友表示 想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丹哥 所以 有意愿的小伙伴们 不要犹豫了 错过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最后 也祝温哥华的姑娘小伙们 都能早日找到知心爱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